除此,如果你不擔心戰鬥,你能夠破壞幾乎每個戰爭者 因為你很能力,你很快,但你不太能力 雖然說重型戰鬥機在遊戲裡面,武裝非常強大 可是因為機動性還是比一般戰鬥機稍微差一點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敵方戰鬥機的偷襲 所以說,現在這段影片我們要展示重型戰鬥機的俯衝、攻擊、脫離戰術 這個戰術就跟真實世界中的重型戰鬥機戰術一模一樣 首先,重型戰鬥機要飛到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然後想要引擎要加速才能飛到很高的地方 我們現在飛到大概兩千多公尺的地方,從螢幕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就在搜尋比較下方的目標 只要發現目標,重型戰鬥機就會立刻俯衝而下,像一隻老鷹一樣準備攻擊目標 有時候只需要先離開一遍核艇船,然後好好選擇目標 但是還是要注意,儘管有強大活力,還是不要跟一般的敵軍戰鬥機纏動,因為重型戰鬥機的機動力還是比較差一點。 對大部分戰鬥機來說,重型戰鬥機比較不靈活是非常理想的目標。 所以重型戰鬥機的要求就是不斷地重複,俯衝、攻擊、脫離的戰術,爬升,然後尋找目標,然後俯衝、攻擊,然後脫離現場。 而且還有其他類型的戰鬥機,這也很重要。 不過重型戰鬥機就和其他類型的飛機一樣,在遊戲裡面最重要就是要團隊合作。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迷你地圖,那我們的友軍的集體已經受到敵軍攻擊了。 因此我們現在要採取手勢,那其弱來犯的敵機。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,在螢幕上可以看到友軍飛機的動態。 我們可以看到敵機只剩下三架,現在只剩下兩架而已。 那我們的隊友大部分都還是存活的。 那我們現在就在自己基地的上空戰鬥。 我們現在我們重型戰鬥機正往敵軍的基地飛過去搜尋剩下的敵機。 所以我剛才說過,這是一個很快的、很激烈的飛機。 最主要是,幾乎每個玩家都可以轉到戰鬥機。 所以說,從這個影片可以看得出來, 戰鬥機世界裡面的空戰是非常緊張、刺激、節奏快的。 每一個玩家只要把握好機會都可以扭轉戰局。 這就是我的玩家。